各位媒體先進 以下由我來為各位說明我們CP1動5腰艇 當天執勤了一個經過 CP1動5腰艇當天是執行中午12點到下午4點的海上巡邏勤務 那他在12點的時候出了廖羅港之後 就依照正常的航行速度來到富國敦港的北方 也就是田埔的外方來部署 來監控海面的狀況 隨時來待命驅離大陸遇船 那在12點52分的時候 1動5腰艇接獲巡防區的通報 說這艘大陸快艇依序已經通過了限制水域 還有禁止水域到達了北定的附近 大約0點3里開始在徘徊作業 那1動5腰艇立即往北定航行 要過去做處理 那在交通5腰艇航行到北定的上方 也就是北方大約0.7海裡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一艘陸籍快艇 當時他還在這附近作業 對艇長他認為他有機會來取締 來區裡取締這一艘大陸快艇 所以他也馬上對艇員 進行了一個勤務部署 那他艇長負責指揮 還有勤務部署的部分 那駕駛是副艇長 那登檢手有兩位 我們有兩位艇員 那分別是部署在 駕駛台的右前方和右後方 那與此同時 艇長開啟了警示燈還有警報器 這是我們在標準的登檢作業程序的一個程序 追上了這一艘快艇 當時這艘快艇 他是看到我們巡防艇來的時候 他由北定島往東 往東航行 然後我們的腰洞五腰艇 是由西北往東南 來做一個攔截的動作 那在陸籍快艇 腰洞五腰艇在交叉的時候 也就是在腰山洞八十 我們的巡防艇已經追上了這艘路 以及快艇 那在追逐的過程中 其實這時間非常短 大概一分多鐘 在這一分多鐘裡面 我們這艘路船 紅色的就是路船 那黃色的就是我們的七批艇 他不斷的蛇行 就是為了擺脫我們巡防艇上去登檢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七批艇如果要上去登檢 我們的船一定要貼上他的旋 他的旋邊 那艇長是選擇靠他的右旋 用我們的右旋去靠他的左旋 那在靠的過程中 難免他為了逃避我們的登檢 他會做甩尾 透了一個動作 那在這一分多鐘裡面 他做了一個甩尾然後不斷的碰觸的過程 到13時10分 這艘路船做了一個往右的大 往右的一個急轉彎 在速度2-30緊的情況做一個急右轉 會導致他的船尾往左橫移 撞上我們巡防艇的右前方 巡防艇在高速航行的時候 船頭也會翹起 所以當他的船尾 他的左後方來碰觸到我們的巡防艇的時候 又有一個反彈的動作 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導致這艘路基快艇失去平衡 翻覆倒扣於海面 那我們巡防艇看到他突然又轉 然後又甩尾過來 撞到我們的船手的時候 我們馬上回車 馬上回車 但是他當時已經失去重心了 我們也馬上回車了 情勢就是已經翻覆倒扣了 他馬上掉過頭來 馬上開始展開一個搜救的動作 那搜救的時候 我們兩名艇員 原本要執行登檢的兩名艇員 馬上跳到這個翻覆倒扣的漁船上面 來做搜索 那很快的 有兩名 有兩名的這個 漁工 從海面上浮上來 那我們兩名艇員馬上把他引導到 這個船外機 就是從翻覆的快艇後面 請他脫掉這個青蛙莊 因為青蛙莊裡面灌了很多水 脫掉青蛙莊以後 就把這兩位 漁工給拉上來 那兩個人是沒有受傷的意思清楚 那緊接著不久 緊接著第三個漁工 一樣從這個翻覆的路艇後面浮上來 那我們的分隊長 艇長健壯以後 馬上帶著救生圈跳下去 把他拉到這個大陸快艇的後方 來拉上來 但是他已經失去了意識 所以 在拉上我們的CP艇上的甲板以後 開始做一個CPR的急救 由艇長還有兩個原本的隊員 登檢隊員 來開始輪流做CPR 那與此同時 艇長也問我們就上來的兩位 這個漁工 當時他們也受到驚嚇 那除了安撫他以外 也問他還有沒有人 還有沒有人在水下 他說有 還有一位沒上來 這時候 我們的駕駛 就馬上呼叫我們線上巡防艇 來支援 然後同時 他們一樣不斷的 過程中一樣不斷的 給救這位失去意識的漁工 那在秦子中心 我們直日市 我們直日市 就是接到了 另外一艘巡防艇的突爆以後 我們也迅速派出了 一共六艘的巡防艇 大小巡防艇 一共有六艘 他是往現場趕 那庭長 這庭長他考慮到 手上的這一位 失去意識的 情況很緊急 那我們的資源艇 也快到達現場了 因為他在那段時間 除了一邊急救 也一邊搜尋海面 都沒有發現 第四位的這個漁工 所以他還是決定 先把手上的這位 失去意識的這位漁工 先把他送到復國頓港 復國頓以港 來交給救護車 那在過程中 還是一樣不斷的聯繫 他把這個救援過程 沒有發現 第四名漁工的事情 除了跟直日市回報 那也跟前來支援的巡防艇回報 請他們先準備好潛水 我們潛水員 那在過程中 我們也派了主主任 代班出去 來這個指揮搜救的工作 那在2點40分的時候 其實在2點出口的時候 我們的巡防艇陸續到達 支援的六艘是陸續到達的 那在2點40分 第一位潛水員下水 下去探摩 對在翻覆倒扣的漁船下面去做探摩 那沒有發現 那到了大概在3點多的時候 我們派了第二位 第二位下水 兩個共潛下水之後 在駕駛艙發現了 發現了那個漁工 那他馬上上輔來做報告 請上面做準備 所以他報告完以後 他馬上又做下潛 然後這位困在駕艙的這個漁工 給拉上來 那拉上來 當然他已經失去了意識 我們還是不斷的做急救 然後迅速的 往復國頓漁港送 那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 送到復國頓漁港 那以上是整個事情發生 以及我們的救援的過程 我成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任何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下件節目 中文字幕 inception 中文字幕ade證明 中文字幕建 nursing 。